昨天讲了 有人问师尊 师尊 你要不要一架私人的飞机 要不要一架私人的飞机 好好 我要飞到东 飞到西 飞到哪里 都可以坐私人飞机 到哪个地方去 都好 但是我想 不要了 不要了 师尊 我最有钱 你要不要来一尊 来一座 每家 全世界最大的雷藏寺 我供养给你 我想一想 不要了 不要了 最大天的雷藏寺 他要供养 我说 不用了 不用了 为什么 不用了 因为 他讲 如果我中了乐透财 我就供养 我当然讲 不用了 等你中乐透财的时候 我差不多死了 也有人讲 师尊 你要什么 我都给你什么 你现在想到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我想 我就跟他讲 我要回到十八岁 你能够给我吗 这个不行 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我要回到十八岁 他没办法 我想到什么 他就给我什么 他也没办法 他就 哦 这个问题 我没办法 物质的东西 你可以拥有 你不一定拥有生命 在师尊的心目中 师尊本身没有雷藏寺 不用给我雷藏寺 也不用 我那个汽车已经开了多少年 那个便利 1999年 我那一部便利是1999年 14年了 我没有换 想不想换 因为这部车子最近老是出毛病 开一开啊 那个方向盘差一点拉起来 这个方向灯啊 这个 那方向灯 tun right tun live go street 这个 那一根 那个也差不多 这个 松掉了 松掉了 快要坏掉 所以佛琪去检查我的车子 我说怎么搞的 现在老是亮眼灯 叫佛琪去检查 佛琪就跟妈妈讲 我说 说妈妈 爸爸拿一根坏了 我便没有讲什么 你们想到哪里去 所以你们心中有邪念 心中有邪念 切实便利的那汽车 星期三说要休礼 星期三 早上九点 早上九点 所以要去休礼 他说如果 只是松掉 可以把它悬紧 如果有断掉的地方 一定要到英国去order 到英国去order 到英国去order 那些零件 便利的车 是英国 便利 都是英国的场 到英国去order 那么order 美国在order 这个东西都要半年 不是说半年 实在是很快 但是他们每一次都order错误 所以才要半年 这个 好啦 车子已经变成这样了 那 生活密宴呢 因为当初的时候 盖的时候 地下室 有时候会积水 有时候会积进来 盖的时候 它的柱子不是防水的 所以柱子有点烂掉 那么地层有点下陷 你们如果看那个 众佛密宴 它真的 它那个地有点下陷 它里面地下室经常有水 就把那个木头给它扶持掉 那后宴呢 刚好是靠那个 那个 纽约来的法师 那个联勤 纽约来的联勤 纽约金刚雷藏寺的 这个联勤法师帮忙 本来都已经捕烂了 整个阳台都捕烂了 是帮他弄的 没有人讲说 要不要把正佛密宴推倒 然后重盖一间 有人考虑了 我说 顺其自然 真的 我这个人 没有 没有什么心 完全无心 修道完全没有心 就是说 我不想什么样 我也不想 我根本不是想过去 也不想现在 也不会想未来 什么都不想 再大的房子 再好的车子 一样会坏掉 何况我们人的身体 一切都是平等 告诉大家 我真正的雷藏寺 在天上 不是在世俗人间 绝对没有 人间没有真正永恒的雷藏寺 人间也没有永恒的真佛中 人间也没有永恒的如圣燕 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自己 看得非常的开 开就是说 非常开的 你骂我也好 你不侵信我也好 你侮辱我也好 你毁谤我也好 你恭敬我也好 你喜欢我也好 你什么 我通通都好 这是我修行到了一个境界以后啊 就认为什么通通都好 都可以 没有什么好挂力的